今天要说的是湖南烹尸案 案件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其中的犯罪细节 却让人直呼恐怖 凶手杀人后 居然将尸体肢解 再向尸块中加入八角、桂皮 然后分几次用高压锅烹煮 煮了三天三夜后 才将尸体抛弃在荒郊野外 2012年11月21日 湖南诸州警方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 对方说自己的妻子刘某 已经失踪两天 电话一直打不通 于是警方开始着手调查 很快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李小和刘月高 并于12月7日将两人逮捕 这二人是被害者刘某打麻将认识的牌友 都是无业游民 并且都有犯罪前科 李小曾经盗窃做过十几年的牢 刘月高也曾经为盗窃和故意伤害罪 做过十几年的牢 这俩祸害可谓是臭味相投 因为都没有固定工作 手头紧张是常有的事情 为此两人开始密谋 打算物色一个有钱的女子 抢劫财物后杀人灭口 2012年11月 他们盯上了一个经常在一起打牌的牌友 刘某 刘某家境不错 平时喜欢打牌 所以经常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而且喜欢带一些贵重的首饰 11月19日晚上 二人决定开始行动 为了把刘某骗出来 李小借口说 自己打算买一套二手房 想请刘某帮忙参考 因为平时经常在一起打牌 刘某大意了 没有防备 来到约定的地点后 正在看房之际 二人突然把刘某推倒在主卧室的床上 然后捆住手脚 封住嘴巴 并在刘某的跨包中 收出8800元现金 200元港币 和几张银行卡 此外还抢走了刘某身上佩戴的金手镯 金耳环和金项链 随后又威胁刘某说出银行卡密码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刘某的几张银行卡里 总共只有一百多块 两人感觉没什么油水了 于是就用塑料袋封住刘某的头 最终刘某窒息而亡 为了毁尸灭迹 两人开始干出非常变态的事情 他们将尸体肢解 再放入八角 碎皮 然后分几次用高压锅喷煮 煮了三天三夜后 两人才把尸骨用袋子分装好 然后分两次将尸体抛弃在三个地点 被害者的随身衣物则被烧毁 11月22日 两人将抢来的首饰 卖给了一家计卖行的老板曾某 卖了11500块 曾某转手又以11380元的价格 卖给了个体商贩 后来经过鉴定 这些首饰价值18530元 2013年7月23日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正式开庭审订 刘宁二人对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不过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所以没有查到具体的判决结果 不过肯定是死罪难逃 此外那家近卖行的老板曾某 因为收购账务 也被一起受审 最后的判决结果 也没有查到 不过这也算是给曾某一个教训吧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 让人后背发凉 如果喷尸只是为了毁尸灭迹 那么往里面加入八角 贵皮的行为 根本是多此一举 可见刘宁二人的心理非常变态 另外常言道 财不外露 否则很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在网上 高调炫富的贾富二的贾名媛 这起案件值得这些人警醒